如果要玩手舞体系的话 也可以趁这个机会把手舞给拿下来 好看一下 一手亲王主 这个是不需要考虑了 那二手的话可以思考一下 打花鸟圈的话 它是作为一个摇摆位拿出来 可以比较好的去避免你TK的后两手 BP扳掉我太多的辅助 或者太多的中路 而玩手舞的话 就需要去围绕手舞打一个体系了 手舞不拿吗 不拿 先拿花鸟 那这样TK应该不客气了 手舞可以拿下来 手舞再去配到一个应斧 可以考虑一下 你这不拿手舞的话 OMG这就舒服了 可以考虑说把海防主拿下来 或者说兵勇这样子的应斧 海防主可能会更好一些 海防主的话 一般是防那些秃子比较厉害的 OMG现在前两手 确实也可以补一个海防主 来刻一下花鸟和新防主 没有补 自己选了一个更凶的山童 一目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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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是真的一目 看一下 OMG的第三手的考虑 是第三手 对方已经选手舞 自己是不是青蛙瓷器可以掏一下 青蛙瓷器拿出来的话 也不怕TK后两手的一个针对班 小松丸 小松丸 不算很怕手舞 但是相比青蛙瓷器 他还是被晋升一套受不住 不过还好 他在大后期战装的能力要比手舞好一些 那是 OMG这边的话后手扮一个礼貌 然后看一下TK这边怎么扮吧 可以把 我感觉这几局亲机好受到冷落 明明两支队伍 就是打前中期阵容打的也蛮多的 是的 就是前三手不拿 都是留在后两手扳 一 一 没问题啊 青蛙 我说你这 这么想上大鹰鹰师吗 就忽然阴 我不是 我说的是 哎 哎 啊 看一下 OMG这边是 出现幻觉了 一手狸猫 加上黑童子 扳掉之后 是想 打一些比较秀的的感觉 哎 就把大控给扳掉 那这样自己发挥起来会舒服一些 那这样的话 哎呦 朱月神这场感觉是 可以 选一选啊 对 朱月神没扳 那 打野方面的话 后两手TK也没有进行限制 所以说傀儡师鬼切 都可以考虑上场 鬼切拿了出来 嗯 这场拿鬼切看一下 难道是花脑圈打中路吗 有可能 感觉经济可能不是很好分 但是还是得看 是 从目前来看 OMG就是这四手的话 经济可能分配 有点困难 如果第五手再选个中路的话 控制也不是很够 对 只能说青王主这个点 可能是要放一些经济了 而TK这边 由于被对方搬了两个大控制 只能无奈之下 再补一个血童子 毕竟靠山童一个人的控制 是不足以去支撑中后期的团战的 而且现在TK这个阵容选下来 整体还是前中期比较凶的 除了玉藻前一个人可以去做 铁鼠 铁鼠打中 花鸟圈是去打一个辅助 但是这个铁鼠打中有一点好处是什么 就是他虽然前中期吃经济 但他吃经济相比别的事实来说 成型会更快一些 是的 所以说前中期让一些经济给他的话 他在中期可以回馈给你加倍的一个效果 是的 他是每补十个兵会多拿几十块钱的一个收益 是 那现在的话看到双方的阵容已经敲停下来了 都有一些小小的让我们意外 TK这边的话 他是选择不再选择那种大后期的阵容了 而是说我把守屋这一局终于放出来 并且对方没选的情况下 我抢下来 围绕这个守屋去打一个整体的阵型往前冲的这么一个阵容 对对对 那其实外面这一场阵容问题就出在 首先经济可能不是很好分配 然后就导致自己 接下来可能在打团的时间点经济不足 那输出就不够 而且呢控制其实这一场也蛮缺的 只有青房主 还行吧 青房主花鸟圈两个人加起来 还可以接受了 但是他小金 他属于控制的不是很频繁 他要小技能控制 他要依靠青房主 而花鸟圈这个控制其实 阵格还是比较久 对而且定身不算一个稳定控制 你可以教技能可以教顺步的 最主要就是坦度其实挺难弥补的 是 这的确是 所以这一局的话 当时要死命的去补一些肉装了 是的 好的那我们看一下这场比赛 TK面对OMG 这是双方第四场的比赛 目前底分1比2 OMG拿到赛点 是的 我是解说乔言 我是解说苍鼠 是的 这一场其实 当应该是入伏 然后在 单带我在想 他是把经济帐给苍鼠 还是说自己去带 这个点 应该 是会给他打野 给他打野好一些 因为我觉得 当这边在中期 就是前中期 就去进行单带的话 能够配合铁鼠 现在铁鼠的这个版本的 强势程度还挺高的 对但是给他打野 就容易出现一个问题 是什么 上路的坦度不够 然后你靠辅助也扛不住 除非就说线上打出优势了 或者是 在 单吃啊 或者是兵线压的 对方上路的发育 更加营养不良 这一局TK的整体一级开野思路 跟刚才是差不了太多的 先把下半野区的一个小野怪给打掉 然后再上线 但是这一波的话 三三的推进推得还挺快的 再上线可能经济上 呃 本级上还是要吃亏 是 大克斯虽然拿到了一个小野怪 嗯 还好 哎 到二的时间应该差不了太多 是的 好 那浩克这边中路的话 一个 呃 铁鼠还是可以很舒服的压绝 遇早前去打的 对 铁鼠压一些常规法师 太舒服了 呃 是的 并且就是说 他的这个 呃 小的灰雪刀已经做出来了 所以说 在这个血量上也是 不用担心 这个时候已经可以配合鬼切了 是的 已经开始打遭遇了 看一下这边 麒麟的血量比较尴尬呀 不爱这边 想找找机会抢到了 可以 抢到之后 之后这边 还想再打 山童这边是直接砸起来两个 那这一波遭遇 看一下是双方互换了一个 是的 那看一下人头啊 随便这边拿到一个 莫勇也拿到一个 是的 打也是同时阵亡 但是不爱是明显有点亏的 哎 是的 并且就是说 三三在赶来的路上 他被 呃 对方的 斯巴克拦了一套 这几边抽的 让他们接下来的对线上面 血线可能 OMG更亏一些 哇 这波 我也可直接交一个顺步 往后拉 是的 斯巴克还想追 还差一边 可以走可以走 对 打不到了 是的 但是这也是刚刚说到的一个 呃 前面这波小团战导致的嘛 整个OMG下路 双人组的血线被压太低 导致 再回到线上 跟呃 斯巴克这边对线的时候 就需要回程了 可能是要丢兵线的 嗯 这盘 不爱跟128的位置是又互换了 哎 奥克在这个位置 交一个自愈 规避一下伤害 哎 二妖技能吃一套 哎 是的 不吃这个二妖 其实血线还是赚的 是 当这边过来 哎 三级能加顺步好像挑回来一个 有机会 魔佑这边是被牵蚀烫死的 这波顺步 没必要交 是 牵蚀已经挂头上了 没法走 啊 这个 这个时间点过来 蹲这个麒麟的 时间也非常好 这个时候他的兵线已经很快的被推到塔下 是有亏一些兵的 这个版本真的支援比之前的代价更大了 是的 还好 他这边手里因为是拿到了一个人头 嗯 他推经验 对 经济还好 对 推经验 顺便把自己也直接拿 这样感觉 MG现在 中上野整体节奏会舒服很多 哎 是的 那其实 只有一个人头的领先嘛 但是现在 MG因为中路是一个铁鼠啊 他的一个推线 相比遇到前快很多 并且已经到六级了 比遇到前高了一级半的经验 是的 呃 MG还在让给他吃一些野怪 这个小野没必要给他 宋敏都没到六 其实他 对 宋敏先补六会好一点 估计是想帮打 然后失手点到六 没有可能 啊 宋敏这边已经到六了 打了只能吃到之后 有点难受 对 上了这边对拼 哦呦 盪这边 哦有点打不过 要被烫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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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刚刚要是回头摸一手印记的话 应该是有机会 128这边是单吃了盪 刚刚是想回头摸的 是的 犹豫了一下 这边这个位置感觉有点危险 还好 队友在后面 是 但是这一下 堕天没打到 后续的话 孟雍也没有什么 太多的想法 还是会中路去补线 是的 好 那现在的话 Hawk是去上路去线了 目前前中期 基本上三条线 包括野区的经济 都有向Hawk 去做一个大幅度的倾斜 那两边的一个中路 对位经济的对比的话 现在的确 Hawk也是高出了 好几百块钱 没错 这一波感觉 富八哥可以车一年了 这还挺舒服的 是的 上路单吃了一波 两个人 而且是在经济 也差不了多少的情况下 我说实话 其实现在当被单吃的频率 还挺挺平凡的 就是 可能是杀掉时刻可以 最近没有嘛 但是要是做的话 他真的还是提供了很多素材的 但是还好 他每一波就是送出人头之后 能把经济补回来 哎呦呦 这个三技能被这个墙给挡住了 这个有点细 对对 但他印记两个打出来了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摸 摸出一个两个 这伤害有点高的 对 连摸两个印记 不合适了呀 大家今天再试一手 斯巴克打输出 感觉有点犹豫 是的 我还是不犹豫也不行啊 一拐杖直接拐了半碗血 刚才也蛮细节的 瞬间打了呃 迪雷克这边两个印记的伤害 迪雷克从半血被打到残血 是 哇 又从这个位置 又回来 顺步过来 直接刮一拐杖 瞬间留下两个人 哇 这有点舒服了 是的 摩庸这边再赶过来 看一下128这个位置 配合队友先留下一个 但是摩庸这边有点残量啊 被点掉了 28这边位置也有点危险 哎 不过还好 可以走掉手里是有顺步的 看一下这个 而且是刚才这个杀生死的位置 也蛮关键的 让OMG也没有办法直线距离 去追击残血 是的 啊 现在浩克的话 支援了好多波 但是暂时没打到头003啊 出攻还挺多 是的 好 看一下这波的伤害 这波 呃 当 可以说是很细节了 一直在拉扯留人 而且在勾引对方 是 让OMG这一次是多拿到了头 哎 那正要把经济给 补出来 多了1000团队经济 是 1000团队经济其实 也有一部分是 浩克的这个被动提供的 哎 对对对 鬼切现在 接管兵线 是的 好 那现在的话 看到TK是有一个主动往下包的意思 因为石具已经刷了 而当跟 呃 浩克还在中路进行刷线啊 那下路双人组也是很警惕 直接往逃缩 所以这一波 呃 四包二包下好像没有太多的用处 转而想来去保一下中路塔 这波被勾 勾回来 其实这个中塔必定好推 石具这时候可以先考虑要不要动一下 对 但我们看到下路的一波对拼 小松玩是直接被打成残血 往后撤了 不过山童和这个手无两个人的技能 基本上也是悉数交出 这个OMG其实可以选择 把野区经济清完之后回家补一下 这个石具TK是先动手了 啊 这个石具没办法去守啊 OMG一开始是有机会的 但是现在是选择了放弃 主要是小松玩是往后走 想要去补一个 呃 麒麟吧 对 因为小松玩被打残了 所以这个石具没法动 动的话肯定会少一个人 对的 两个人对拼起来亏一个雷麒麟还挺亏的 是的 那以后的就是如果说要分麒麟的话 工具人打野 那就中路或者说上路一个火麒麟 哎 要下路一个雷麒麟 这是最好的一个选择了 那 那 哎 谁 那为什么还要玩打野呢 打野券连麒麟都不能 打野券连麒麟都不能拿了 那为什么还要玩打野呢 打野忽然 工具人打野了 对 哎 就是肯定会有玩家这样想为什么 我是打野啊 我是个打野 我的尊严就是麒麟啊 对吧 一个都拿不了就比较难受 那工具人确实是可以 只是从以前让一个变成现在让两个 这一部128这个位置感觉有点尴尬 还好 12技能是免一手控制 但是被当的一个大招砸到 但这波砸的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收获 看到夜叉这个位置应该是去想反对面的爷 下路又是打起来了 一波 这里可这边有胜部的 可以往后先走一下 能走掉吗 这里可这边凡手 加了个大小技能 还是被留下了 发克这边应该是可以打输出的 为了可这边只剩下一丝血 大小技能没有拉到人比较尴尬 三三这边交个胜部往后走 当这边一个人面对三个没人管的呀 完了 是两边打了一换一 而且后面还有个不爱 不爱这边 水到一个满血的浩克啊 问题不大 是的 呃 但是这波整体打下来是一个4v4 然后是打了一个一换一 一边掉辅助一边掉一个上路 是的 哇 这一下标 标的伤害非常高 聪明现在状态很差 这边送不过来想留 这只要一只能 看一下大二技能 哎 反晕一下自己身上没蓝了 是的 给手三三技能加下一速 哎 这个小苏王好像还想拿他上路起零 这别吧 别吧 没蓝了人家 这这再拿就有点 拿宿命的这个有点过分 哎 也行 这个也能拿下路的马上刷新了 也行 但是鬼迁好像还是 还是拿火好一点 还是拿火好 他还是靠技能去打输出的一个打野 那最后一下爆个真伤 那就是有时候能起到出其不意义的一个效果 的确是 但是小苏王没拿着也没有给到三三 是给到了浩克这边 给浩克也还不错吧 因为铁鼠也算是一个技能流的射手 但是他这个 如果是大招扑到人 他应该只计算那第一段的一个伤害 应该是 总和 哎 看一下这边要包 打起来两个 但是这一波输出接的可能有一点慢了 卫克这边大家今天卷一下 这一波有机会 哎 拉回来 回来小空穴 现在这位置有点危险 到这边应该能接的 哇 这位置再一鞭子抽了个暴击 留下一个 他和这边上打输出 但是被血童子直接哭到死 哇 斯巴克直接是留下了三个人 哎 应该再打一个 但是二八哥现在很肉 是的 而且玉藻前过来支援 当这边也不好一跳二 呃 现在的话 蛇还是不好动啊 因为剩下几个人伤害一般般 看一下宿命是回尘 然后tk这边 暂时没有想动蛇的想法 可以趁这一波冰线往前压 去拔一下对方的一塔 站一下视野 哇 当这边很危险 再被摸一下 这样没了 哇 一套抗布打到身上 莫乐跟应该回来点血 顺步拉了一下 三只能但是出了大招 哇 这一下 连续看不 哎 宿命这边顺步过来 卡留有机会 二段长到 晕倒再加大招 这一波的操作没问题 现在RMG的节奏逐渐乱了起来 现在节奏开始打得有点乱了 哎 手乱了现在 而且打乱了节奏之后 最致命的就是中上两座 一塔掉了 掉的情况下 接下来tk的一个视野就比较好战了 是的 嗯 那RMG前期苦心经营的大概2000左右的一个经济差 现在已经被tk给运营回来了 是的 嗯 那反超 对 甚至反超了一些 而且就tk这边 盖起来的位置 就除了夜叉这边可能拿的人头少一点啊 但其他位置盖起来的都是拿到了应有的人头的 RMG这这种刷不了团血 就是比较尴尬的 对只能靠三三的一个就是加强普攻去刷团血 或是铁鼠那一技能就是拨一下人 也可以 但是从目前来看基本上都是被抓被抓那种没有打过正面无辜 这局其实我觉得有一个比较让人意外的点是什么 就是铁鼠的一个发挥 他打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凶 并且他有了大招之后 对于这个萃取的限制啊也没有打出来 是的 他这边出装是暴击流 对他没有出技能流 对 也是可能是这个出装的问题吧 是的 好看一下当直接挑进去 这波大技能先开 哇遇到两个 到这位置是一等两个还有两个印记 这波有机会 某游这边是瞬间被秒掉 好可这边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我往下拉一下 队友这边全部过来 128直接进去 到这边被点掉了 看下后面 33这个位置有点危险 128还在点 马上又被动了 不爱这边黏着33 33后面点掉了一个 顺便这个位置限制一下斯巴克 OK 这边应该是有机会的 夜叉想在后面切 但是 对 有大的铁鼠 谁切谁不一定 跑不掉了呀 三大神器拿到手里 是的 这一波的话感觉 OMG先是当挑进去 挑到两个对方的前排吧 斯巴克后手赶过来 想要去秒掉对方一个残血的花鸟券 但是自己的顺步位移全交 导致斯巴克后面的第二波伤害不太敢去打 斯巴克太吓人了 你看 刚刚都没人敢去动蛇 四个人活着都不敢动呢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浩克是直接打扰减能拨死了不用 斯巴克这边 上次追一个残血的铁鼠 他连 他交了位移 然后只能用顺步去拉开距离了 是的 这个时候进来 其实斯巴克有一定的机会 但是这个时候苏敏过来了 苏敏这边直接是把斯巴克给吓走了 这一波很关键 因为斯巴克身上 首先一波爆发打完了 其次的话位移跟顺步都没有 是的 这样TK就被OMG打的战场分节了 那也是趁势把大蛇拿下来 现在OMG有了一个大蛇加成之后 经济也是反超了2000块钱 看一下后续吧 推塔方面 OMG这边是有一个小速换 加一个铁鼠的 推塔速度会非常快 是的 那反观TK这边的话 倾线能力一般 毕竟铁鼠的手比较短 然后再加上只有一个玉藻前吧 他是算一个真正可以倾线的人 是的 好看一下现在TK的一个分路操作吧 先让夜叉再上路继续带线 把上路的一路线给保住 其他三个人在中路先把线推过去 然后强行的要去守那个高地 二塔就直接放了 二塔可以点掉 点掉之后下路高地 看一下TK应该是有机会 守个两波的 是的 这第一个多天 有点尴尬这个位置 没砸到兵也没砸到人 是的 我的手里有二标几能 哇 松安点塔速度还是快的 是的 等一下下一波线 鬼切碾着这个夜叉 不用太急 小松安也是用这个小的灯笼鬼 去回一下血量 是的 好回来了 看一下这一波 还可以再磨一下吗 哦呦 Hawk这个状态不太好磨了呀 突然被压到残血 是的 128这边想找一个位置去凶 三三这边又被集火还好 可以扭掉吗 可以扭掉吗 自己状态不是很好 哇 被骑士马上要烫死了 这一波三三只要一阵亡的话 MG这边感觉不是很好打 当这边反之挑一个 斯巴克这边 回头可以打出说 暴击有没有 直接反手点几个荡 三状态不好 但是宿命这个位置能摸吗 大二技能直接留下一个 宿命三三技能加一苏 再走走无调了呀 不爱反手一二技能耍眼镜 花鸟居然还能杀吗 看一下 爆杀爆杀爆杀 辅助花鸟 这一波是Hawk的状态残了 哎其实 哎 这个多天还重 其实Hawk状态不残的话 TK是不敢上的 但是 哎有点拖大这波 我们看一下Hawk的一个位置吧 128的机会抓的比较好 这一波你看 直接上来是一套全部胡在三三的脸上了 是因为的确呃二八这边的开开的比较好 其次的话 三三这个位置有点太靠墙了 不好拉 是的 这一波三三如果 宿命过来算是旧场了 但是还是差这么一点点的血量啊 然后Wake这边其实差最后一下 这个鸟没有刮到叶叉 叶叉刷出最后一段位移和盾 是的 刚刚是Hawk在那吃了一套技能 一波之后残了 然后倒霉的是三三这边 是 这条蛇就难受了呀 变成一条经济蛇了 是的 现在好在就OMG还有个小福的经济领先吧 对 OMG来说现在最好的消息 就是他们一个偏中过去的阵容 那只能等下条蛇啊 下条蛇是两分钟的时间刷新 呃 与此同时的话 实际也要刷了 现在哦下一条是年兽了 是的 哎年兽是要刷了 这次的话只刷了两条十句都被TK拿下来 就是说OMG是有8%的一个呃伤害的 其实没有吃到这个伤害的加成的 是的 哎宿明这边先把达摩控一下 然后再去考虑拿这个年兽 哎 这一波在这个草里蹲看一下 还是要等人等人 不是这样打打不过 哎有点靠前了 哎 TK这边看一下人比较多的呀 OMG不要冲动 OMG视野全部暴露了 是的 而TK这边 呜 当这边直接盲挑一个128 挑回来之后看一下大二技能 完了打两个肉身上 其实作用并不是很大 对 过天的话是断了 这波还能缓一波 年兽想动 但是也想蹲人 这一波应该是想先蹲人 然后再去摸这个年兽 还是想补状态 但状态其实挺慢的 没必要回 是 能打过吗现在 那其实等于早前这个堕天好了 然后持续的去对 呃 OMG的后排造成压力的话 对OMG来说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在这边耗着 其实对OMG来说更亏 OMG这个阵容想打赢团 除非就有什么铁鼠 加上其他士神 先秒掉一个后排 嗯 那不然的话 铁鼠在这种情况就比较尴尬 要么就铁鼠看到人了之后 用一技能频繁的去拨打消耗 哎哎 看一下 TK忍不住了啊 帅先的去摸一下这个年兽 哎 然后正面的中路 我们看一下草丛两个打野 是在进行一位一solo的 哇 苏米这边 这一边的瞬间秒了呀 那 那OMG这边 玄武了 哎而且OMG这边是没有降服的 反手挑回来又是128 哇这一鞭子把当抽的有点残了 看下浩克这边开启大游戏能想找人 哎是啊 啊浩克这个大招 别打吧别打吧 拖着人吧 他还在囤这个大 拖着吧 硬打的话危险 这波硬打的话真的很危险 而且这波夜叉在带 感觉OMG这一波有点受到牵制了 还能打赢 追下33位水 三三这个位置还可以 暂时可以打出桌 已经能开起来 这波魏克拉回来一个当场后面切掉的128 这波可以 正面团还是打赢了 哇正面团打赢了 中午高地 夜叉这边 可以先不管吧 可以先不管吧 一波的话可以 把三个处理一下 然后考虑一下这场年兽啊 是的可以先不管 是的年兽要先动了 这一波可以可以有机会有机会 还有机会 但是现在他们的问题就是说没有降服 如果这个夜叉赶到正面战场的话 很有可能是要为夜叉打工 杀了 所以说需要 对找一下夜叉位置的 能不能直接砍掉 看一下这一波吃到了一手 晕地生之后 直接一击普攻点掉 好 那把它处理掉之后 是可以很放心的拿这条年兽了 是的 好 这一波小松玩真的是已经尽力了 对 状态也保存的很好 上魔团真的就是OMG机会抓的很好 而且与此同时宿命已经在开大蛇了 玉岛前也发现了 这波往这边赶过来 想要两边开花 哇很精髓 对 让它断大了 当去拦着 等队友赶过来没什么问题啊 因为夜叉现在复活时间还有二十多秒 迪雷克这边虽然有降服 但是位置比较远 可以拿 现在OMG可以 两个全部拿掉的话 这个阵容的短板就被弥补回来了 对 而且现在这个时间点啊 已经是十九 就是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 拿到的大蛇线 呃 让TK很难去扛住 因为TK本来 清线就是除了玉藻前之外 手都比较短嘛 是的 不好强劲就清的 好 那看一下这波推进啊 刚才下路没有推掉 其实没有给TK造成任何一路的兵线压力啊 那现在自己家的一个钟已经被推掉了 所以可以考虑一下先把钟下两路去换一下 是的 OMG现在也是不能出失误的 因为他们整个阵容 呃之前乔野也说了嘛 其实控制就大控制有 就要看一下三三位置 三三现在有复生九好一些 对 但是这个复生九 其实 如果一旦就先手被秒的话 也算是假的了 下路高地直接点掉 现在用年兽的时候 TK不是很敢接正面 是这个加成太高了 而且小苏丸有复生九 也不好针对了 哎 这一波荡在前面先凶一下 把人逼退 中路高地也拿掉 上路的兵线离得有些远 哎 但是不急 因为可以屯兵线拉过来 是的 好 两波线马上要聚守了 哇 至少有十分钟白鬼像啊 哎 是这么扛得住 看一下TK还想继续的去守一下 是的 就莫勇的大招在这个时间 就成为了很关键的一个技能啊 能不能就炸人又炸兵 去清一下兵线 这个其实比较 比较苛刻了 对 你要炸到兵 要炸到人 还得炸两三次 不然不好清 这样的哈 完了上了高地也要没 这应该是要三路了 现在夜叉还在下路 这个时候看一下OMG怎么去处理 当故技重施 先往前站到一个比较危险的位置 先B队下TK 这手128坦度 已经不是可能扛得住了 魏克这边大招技能加 顺步拉回来一个128 这没什么太大逼啊 是的 那技能交的7788 OMG这边也没有必要 跟你强行再去接这个团战啊 往后退一下 打的还是比较稳的 而且年兽的一个加成 现在已经消失了 是的 哇 双方这一局真的是 拖到就是我们这一次 410新版本 最长那一场比赛了 对 难道是还想再拖一条蛇吗 虽然说双方的阵 差不多差不多 你看下一条年兽 两分钟左右 然后蛇也是两分钟左右 多一点点 所以OMG这边是球个稳 OMG现在一分未拿 他们是真的很想要 拿到这一分的 所以这局打得稳之又稳 他和ESG的情况 其实是比较像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 现在铁鼠是把这个鞋子给卖了 最后出了一个误玩迷人 那整个六神装是已经做出来了 而且他的这一套装备的话 平A输出也不低 对 就是是有一个持续输出保障的 对 他是把大点态卖掉出了一个锤子 之前也有说到 他的这个铁鼠的削坦能力 其实一般嘛 但是他这套梳装的话 可以去持续地消耗 对方前排的一个血线 对 现在宋敏想找个机会 嗯 头应该不是很好的 你那时候还有一分钟刷新 是的 双方现在僵持不下 两边都是不好去动 但是OMG因为有一个三路 三路的超级兵的加成 所以说 不用怕对方的一个防守 视野上是OMG占优的 这一下大招没砸到 赶退了一下 对方不爱的一个探视野 那现在的话 中下两路兵线都得压进去 这个年兽才比较好去拿 就是年兽跟这个大神 因为很可惜 有一个刷新的时间差 不然TK还可以搏一搏 就是我考虑跟你去换一个 不是很好搏 有20秒时间差嘛 现在是没法搏的 就相同时间的话 其实蛇要比年兽难打一些 是的 好6秒钟的时间 现在TK的一个位置还是比较 但是宿命是没有到正面战场的 他想先担待一波牵制上路兵线 但是为什么在这个位置 是的 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奇怪的 作为一个辅助 在这个时间点 逼过去了 应该是 但是33这一波状态不是很好 这一波 TK想先动年兽 看一下OMG的选择 浩克这个伤害有点高 魔佑这边已经被打残了 看一下往前再压一下 这个时候大 可以看到年兽的状态 只有一半了 宿命进去 打二技能直接挂出去之后 黏着人打 自己状态不是很好 还好有一手盾 相复回下血 后面33点掉了一个 自己状态还可以 顺步再多一手输出 反手点掉一个 那这打了一波二换三 小松丸拿下了三个人头 这一波想一波吗 感觉 有想法一波的 不想再拖下去 小松丸这边打冰吹一下血 不一定吧 看一下 回满了 这一波回满之后 三位二 这个情况双C都在 TK这边是要先清理兵线的 对这兵线有点不好清 对对对 兵线不好清啊 哇哇 守护这边被秒掉了 魔佑这边也顺其消化 我消失了 这边是被秒掉之后 OMG直取大爷 我们恭喜OMG赢下了 本场Bill的胜利 恭喜他们 真的是来之不易